临近年末 距离2022年春节也只有一个多月了 然而翻开日历却发现 2022年1月31号是农历腊月29 2月1号便是大年初一 那大年30去哪了呢 天文专家介绍 这和中国的农历算法有关 也有30天 实际上是正常的 用29还是用30 那实际上是跟这个月项的变化是有对应关系的 除夕的概念实际上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吧 所以呢就是今年来讲的话呢 等于是这个那月的29就是除夕 那什么是朔望月呢 萧军说中国农历是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来编算的 它的周期间隔就是朔望月 初一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看不见月 实际上呢是这个月亮走到了太阳和地球之间 那么等到这个15的时候呢 太阳呢就是把月亮整个给照亮了 所以是一个月圆 这个呢就是一个月向的变化 它有一个周期就是平均呢是29.53天 中国传统历法呢 是把地球绕太阳一周 这个周期呢 和这个12个朔望月的这个周期呢 让它平和起来 29.53天你去乘12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354天 它到不了365 它差了11天 那么所以呢 就是在传统的立法当中呢 它实际上是 19年 要加进去7个润月 萧军解释称 润月是古人协调朔望月周期和回归年周期时差的方式 滞润方式则与24节期有关 农历月不仅能够反映月向变化 又与四季相符 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中间有一个润月 那么就加进去30天 那么就等于成了384天了 明年虎年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平年 所以说呢 它的时长呢就是355天 所以也是正常的 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采用了一个无中气质润的方法 24个节气里面呢 实际上是有12个中气 12个节气 但是古人呢 要找四季的中 就找到了这个春秋风 冬夏制 实际上是一个中气 每一个月里面就都会有一个中气 就是它要把太阳和月亮的这个运动啊 要把它就是对应起来 那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种方法